93年4月二次金改前夕 孤仲营在关股支持下 击败陈敏勋入主开发金 当时孤仲营与陈敏勋 双方台面上大动作 搜集股东委托书 台面下运筹帷幄争取关股支持 现在传出孤家为了开发金 曾经拿出4000万 给当时某一个中央部会首长 今天有对职吗 有跟蔡佳兄弟对职吗 抱歉 上个星期孤仲亮布出特征组时 神情轻松还带着笑容 原来特征组已经掌握不少的案情 其中包括有一位参与二次金改的政府高层 收受4000万元 这个人是谁 根据了解是部会首长及以上的官员 与二次金改有关的部会 不外乎财政部长 金管会主委 总统府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对照2004年到2006年 当时的财政部长就是林全 林全担任财政部长三年多的生涯 不只是城市贬值镇时期 任其最长的财政部长 他在二次金改推动的权势时期 扮演重要角色 另外当时金管会主委 有公招善和林中正 林中正后来涉及受贿 也获开发金违法并购金顶证等4罪 被判刑16年 还有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坤 苏贞昌 陈唐山 封门上是马友成 郭忠亮所说的中央部会级以上的首长 有人拿了4000万 到底是谁 成为特征组侦办秉案的 案万案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